我问原汁 这个罢免有可能成功吗 因为这个评估是说 最有可能成功的一个人 就是江启臣 我先回应一下他 因为他有误解我们的制度 因为国民党的中评委 跟民党的中评委 是完全性质不一样 所以民党的中评委 可能是有实权的 国民党的中评委 也是比较顾问性质的 不知道我们只有11个 里面有1000个 所以那个性质 虽然都叫中评委 那性质不一样 所以国民党的中评委 到底在干嘛 摆着好好看 就是有一些 中评室啊 然后一年开一次会 就给点意见 他们中评委 我记得1000个人 这么多 民进党中评委 才11个人 他们的中评委 有点像我们的中常委 不一样不一样 我们也有中常委 你不要乱说 不一样不一样 两党的制度不一样 所以也不能这样类比 那第二个就是罢免的部分 我觉得民党 如果觉得要罢 就罢没关系 因为现在选民罢免 大方 大气 我跟你讲 其实基本上 如果说都没有人 被罢免成功的话 我也会觉得我们的制度 罢免制度有点奇怪 比如说像王浩宇 他是多习次选举 他是绿党选出来 他15000人支持他嘛 他只要对他的15000人 负责就好了嘛 你怎么会让一些 没投票给他的人 一起把他罢掉了 这制度反正就很奇怪嘛 那韩国瑜也是一样啊 韩国瑜他最后 投出来90几万票 好就算我退一万不来讲 里面可能有20万或30万票 是当初投给他的人 但是要罢免他 但是绝大多数都是 当初没投给他的嘛 所以这个制度 我觉得有讨论空间 可是既然已经 民进党已经发动 罢免韩国瑜 已经有了一个先例 那大家全部就 照游戏规则来嘛 所以现在要罢劫 要罢黄 民进党一直跳出来 骂国民党 说国民党你们现在 请全党之力啊 在制造政治对立 伤害民主 大家都听不下去啊 因为当初也是你们 发了100多万封的简讯 叫大家去投罢韩票嘛 然后一堆台北的人 下去帮罢韩助选嘛 结果你们那时候就说 你们不是请全党动员 搞对立 然后现在国民党就是搞对立 那这就是双重标准嘛 你评估霸解会过关吗 我觉得误泼啦 我觉得有可能 我觉得过25%机会是非常高 我认为啦 虽然大家判断不一样啦 为什么因为 鸡排 是不用的 鸡排啦 我们要鸡排吃了 不要拿别人的前途来赌啦 就是说 鸡排不是前途 鸡排 不要拿小鸡的生命来赌 但我想吃鸡排 大家想吃鸡排 我还刷一副爱戏 我今天帮鸡排是刷 没有啦这个这样子 我只是推论一下 那我们捕竖鸡排 什么竖鸡排 竖啊竖的 竖的 用豆干锁的 你知道可以煮的吗 就是呢 因为我认为原本啊 这个罢民就要仇恨值嘛 那黄杰个人仇恨值 可能还没有到可以过 百分之25啦 可是因为现在变成蓝绿对立嘛 你看现在在凤山街头 不是 这个霸杰这边有那个贪食蛇啦 那反霸杰那边也是一堆啊 对不对 一堆那个站街头什么的 所以大家会比较注意到这个选举 那热度会提高 所以我会觉得说 会出来投同一票 有可能会过25% 可是 不同一票会不会超过同一票 这要看 这不是看蔡英文总统喊一喊啊 这要看基层会不会动员啊 因为说实在一个议员 大家也不是那么认识啊 也不是那么care啦 那你为什么不敢赌鸡排 我不要拿人家的前途来赌 竖鸡排嘛 赌竖的嘛 所以我觉得究竟那个 我觉得现在就是说 讲到罢免 你说人家要发动罢免 民进党的人 我觉得尊重 那国民党能够帮忙就帮忙 那别人要发动罢免 我们的人我们也都尊重 这就是大家的权利 但是不要把他讲成什么 暴富 暴富来 暴富不是我们先开始好不好 是We Care先开始 因为你去讲那么多 我都不想反驳 就一点啦 上礼拜天 我跟郑造星同台的时候 都冬豪哥跟我问郑造星一件事情 那请问在霸杰前天晚上 江主席会不会去站台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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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我们尊重那个意志 可是上次王浩宇罢免前一天 也没去 为什么有去好不好 加没去 对有去嘛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当初兴致淡淡说 一定罢王浩宇啊光复中立 那这个时候呢 又很保留 为什么 这其实说穿了啦 虽然左手受尊重人民的选择 当然 这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 但是这里面是政治算计啊 如果霸函 如果霸解 就像国民党当中评估的 像霸王浩宇这么容易的话 他早就已经宣布说 礼拜五我就在晚上 在凤山等大家 在这里面充满算计啊 所以这也是屁战场的一环啊 因为讲讲几层的他都会同意啊 不是不是 我觉得这样要一致 因为那时候霸王的时候 对不对 后来王浩宇被罢免之后 国民党是有说 我们尽了很多力量 所以你霸解你也散不掉 你今天已经被人家结合在一起了 不管你有没有失利 人家都会觉得霸解 我怎么会说 将军礼拜五跟党是认为的 应该要去啦 应该要去 应该要去 人家的逻辑比较一致 对应该要去 那叶远之也去好了啦 你下次来的时候 再看要不要 我都不要忙啊 我都不要忙啊